挑戰我的就是日程的 我的眼神出賣了,我的年齡 我們今天看麻煒曜 短見嗎? 忙碌的一天,從公司全體一起來做Planci's開始 這是第一次做的事情 不是每次做的事情,不要有這種誤會 今天早上是10點開始 然後會忙到今天晚上的半夜2點 今天是我们公司带GT Gap Fee的一天 大家辛苦啦 我们可以去吃具有粉啦 所以我现在要去搞我的鸡嘎嘎 每个月我都会花很多时间 那种弄指甲、弄头发这种事情 所以我一定会带着我的电脑 或者是我的Samsung Galaxy S9 Ultra 去那边 现在赶去办公室 办公室竟然一个人都没有 我大傻眼 这样既然他们还没有到 我就先吃Lunch好了 很饿 饿到晕了 要死掉了 哦也太好看了吧 选一个下饭神器 今天看1988 第一次吃这一家 山药泥拌饭 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怎样哦 用这一个Galaxy Type S9 平板呢 来Plan我的就是日程的 现在我用这个App叫做Penny 它就是这样子的Digital Planner 非常的方便 然后它的好处是哦 它是Hyperlink的 最好比较今天是6号 我点去6号 就会跳去6号 昨天是5号 HELLO 然后还可以放这个Sticker Digital Planner 那有一个很方便的地方就是说 它是可以Sync across device的 我有一个Tab 一个手机里 一个手机 在我无时无刻呢 我都可以Access到同样一个App 同样一份Data 在我的手机上面 我依旧是可以Access到我的 这一个整个日历的 By the way 我这个手机呢 也可以呢 拿来写这个日历 只是它会小一点点啦 所以如果你是有做Digital Planner 的话我会建议啦 去拿这种有Hyperlink的 就是更方便 要拍照我还没有年纪要回 还有盖眼盖 今年的主题是Creator Studio High School 拍每次更更高 果然 人到了一个随俗 眼神当中 没有那个少女的青春 我的眼神出卖了 我的年龄也怎样办啊 下一场就是 My Fit Show AI23的 Full Dress Rehearsal 所以大家在各马哥的 现在要拜拜 来 2023年My Fit Show AI23 希望准备保佑我们 所有的单位都应该顺顺利利 这是 Hair All Now 你看下我的makeup 因为我这次concept的妆 在气彩新城装 小事儿 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呢 是不是 Good Morning 今天是台庆的日子 现在是下午的1点 要去吃个lunch 然后呢 可以快乐的去参与我们的台庆 我们两个是rella 还没有这样像 我们要再穿多一个外套 就是像爆 反正昨天跟今天就是长一个样 Hello Anbony 1 2 3 Good Show Good Show Good Show 后台乱窜 竟然这里就是我的朋友们 这里门 真的吗 他们要我传递爱心 拉罢了 这样我要 你要是第一次啊 我们有Joyce 嗨 结婚啊你 我现在要求婚了 到我们两个 到我们的 我们クies 在我 那边的 你们有为了 我要是 不错的 好吗 好吗 想要 好吗 謝謝大家今天陪我們度過這麼好玩的一晚上 也希望我們用我們賣好玩的精神陪著大家一起度過每個好玩的日常 加油 結束了 Hello 大家 啊 要看我這個T恤 是砍砍砍我脫的T恤 是沒錯 我們這個砍砍砍我脫即將要運行了 所以我要去找我的團友 要去機場 這是一個為期兩個禮拜的 砍砍砍我脫 所以現在要準備出門 這個人生病真是太可憐了 我好了 我好了 I'm ready So ready to go 砍砍砍砍砍 有關砍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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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的房间有三间房 那边还有一个很大的客厅 就是可以一起做工这样子啦 这一次我们会再当韩国呆十天 基本上就是非常满非常满的行程 忙碌的收信好留底 Samsung Galaxy Tab S9 Ultra 这个Samsung Galaxy Tab它有三个size S9,S9 Plus还有S9 Ultra 然后呢在我最近这么忙碌的行程呢 陪伴着我的就是这个Ultra 那Ultra的好处就是性能最强大啦 已经整个月下来呢 我自己觉得我最爱最爱的 第一个这一个function呢就是 它很会无缝接轨 我很喜欢呢就是在用一个app呢 写NOS之后呢它就可以无缝接轨 到我剩下的两台手机上面 不管我在忙碌需要不同的地方的时候 我都可以呢马上呢 可以看到我刚才写下来的东西 甚至可以继续的编写 然后同时synchronize 第二个我最喜欢它的function呢 当然就是它所有的基本用途啦 因为我是一个重度的 Digital Note使用者 我是没有带任何纸张在身上的 但是呢我又喜欢用笔来写东西 所以我用打字的话呢 是打不出来一个idea的 同时后呢在看书的时候呢 非常方便可以随时就是highlight 重要就是你可以把整本书 可以慢慢的看完 我也非常喜欢他们这个quickshare的function呢 就是随时随地呢可以跟所有 Samsung的这一个系列的产品呢进行一个quickshare 甚至是可以跟不是Samsung 不管是iOS啊或是Android 所有任何机型的 只需要scan qr或share url呢 就可以直接下载我们的这个file了 这个比我想那种更方便说实在的 当然因为这个Galaxy S9 Ultra呢 它本身呢是够大 我个人觉得它整个second screen呢 就是你可以作为的这个split screen呢 就是我可以一边在检查影片 然后一边呢在这边写feedback 很精准的工作 它真的是对于工作效率来讲 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伙伴 只能讲说这个Samsung Galaxy Pack S9 Ultra 满目的时候幸好有你 是我的最佳伙伴 总结来讲呢像现在的人类呢 其实我们的时间是很多碎片时间 要利用科技来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好的 像女生啊或者是比较轻便使用的话 就可以选S9 那如果是中间使用的话 也写S9 Plus 如果你是像我们这样的重度 拿它来工作的话呢 你就可以选这个S9 Ultra 因为它真的是完全很像一台电脑 但是它是电脑与平板之间的结合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去各大门店去试看看 去上手摸摸看 用笔鞋写看 够了够了够了 不要怕 要防水 赶快拿去洗 啊 防漏的时候 幸好有你 Salsong Galaxy Tab S9 Ultra 防漏星人 没办法咖啡的